如果你要預防退後性關節炎 希望我們的BMI可以控制在二十五以下 那如果說是病人已經痛到來看醫生了 那我們大概就是說 會開例口服的消炎跟止痛藥物 消炎肌痛這大家都說好 不過對我們來講 消炎反消炎 肌痛反肌痛 血的糖果感也好 所以消炎跟肌痛是分別分開 請大家可以做個區域這樣 那如果這樣在症狀治療上比較關節的時候 進了比較保養的階段 可以使用葡萄糖胺 葡萄糖胺俗稱就是微股利 微股利說 他說他這三個字是有注稱 大家不能隨便講 那這就是葡萄糖胺類 我是說從古書來補充這樣 那如果病人是從五科 我們介紹到復健科 有復健科醫師用物理治療師做復健的話 大家也可以做一些物理治療 來增加他的功能這樣子 那吃的那五號就不用住宵 那住宵哪五號就不用住宵 所以你如果吃到五號的時候 不過我回來做的就是這樣 那我們會給病人打針 大概主要是打兩種 一種如果是健保的話 大概就是說打這種局部的類部存這樣子 大概目前來講大概是兩個月左右 可以考慮施打一次這樣 如果他症狀特別嚴重的話 那如果比較高級一點的話 目前比較高級是打玻尿酸的關節內組織 那這裡玻尿酸特別幫大家變設計 因為在所謂以上這些叫做保守治療 就是還沒有開到的治療都叫做保守治療 保守治療裡面我覺得最高級的治療 就屬於就是玻尿酸這樣子 那你如果說玻尿酸鑄料 也適合了給你繞去 這樣就行我正常來就好了 如果說玻尿酸打完還是非常疼痛 非常不舒服 那就抱歉了 就是特別要強體現在手術人 把關節洗一洗 也就是說做這個關節劑的手術 把裡面只要發炎的 發炎的關節水關節膏 把它洗得比較乾淨 這樣發炎的情況可以解敌 那如果像剛剛那張最右邊的時光 75歲這個已經完全沒有關節亂補的話 那可能就是需要進行這個微創的人工關節手術這樣 那血小板是怎麼跟推化性關節員站上面 其實你不能錯是誤會 應該是說長起來 醫療界科學界一些 是一連串有企劃的發展 血小板這個東西 我們大家很早都認識它 在國動健康教育時候 就有教我們說 人體的血液分成血球跟血漿 血球裡面分成紅血球 白血球還有血小板 黑糖尤課不能來介紹 紅血球負責運送氧氣 白血球負責防禦 血小板是幹嘛 血小板就是身體有受傷的時候 血小板好像沙包一樣去把它捕住 那大家手牽手這樣把它捕住 這樣執行這樣子 那時候把它心裡這樣沙包 好像沒什麼太好的工友 其實不是 我覺得身中血球裡面 血小板才是最神奇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人體所有 不要說所有 很多那個生長因子 其實都是長在血小板裡面 雖然它體積最小 但它數量多 所以這一個示意組 大家可以看到 這種PDGF GF又是生長因子的縮寫 生長因子 你看到這種五種 結尾都是GF 那表示說它都是生長因子 它全部都是藏在血小板裡面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血小板在以前課本沒有告訴我們 血小板它去塞住傷口去止血之後 為什麼後來傷口可以復原 其實是靠血小板裡面這些生長因子 在血小板分解之後 它的生長因子釋放出來 所以導致傷口愈合 導致修補的樣子 所以呢 在那個推化性關節 我們除了延緩它推化之外 我們還想說 有沒有辦法讓它修補 所以那時候 大家第一個想說 朝血小板來下手這樣 其實對於血小板 我們人類 目前的醫療 對血小板 我們也算是 比如說手 有點熟悉 那 對於它的處理也算是非常成熟 我們如果說去捲血的時候 我們想去捲血 這是捲血一人一袋 250cc 我們可以經過離心處理之後 去存化出來 存化出那個 除了紅血小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血小板的濃厚度這樣 它存化出來是這種純黃色的 如果有些病人 在手術血小板 他會發現它的血小板偏低 我們就必須幫病人 在血中先輸血小板 避免手術中 那個 流血流態度這樣 所以血小板來講 朝它研究之後 我們發現 它的確 它的確有修補又再生的功能 所以 現在開始為大家介紹 這種治療上新選擇 它叫做高濃度 血小板 學家 英文縮學 叫做PRP 那我們常常以為 所有的好東西都是美國來的 沒有它很特別 它其實它的發源力 不是在美國 它是從歐洲發源的 那我所知道的話 我所知道 應該是西班牙的 一個西班牙那一片發明出來 因為在 我七年前 還在陳大院當住院院的時候 有一次 我們陳大院開 骨客醫學會 那時候 那時候 楊君佑教授 現在陳大院長 就邀請那個西班牙的 這位學者 邀請來陳大院長 不過他本人沒有來 是拍了他的學生來這樣 所以這個 在高濃度學 小板學將來講 其實 我們常以為 很多東西都是美國作證的 那其實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歐洲的路 比較常發表 那以美國來講的話 美國的 AAOA10 美國骨客醫學會 到2010年之後 才正式 在美國骨客醫學會 有報告 有領處的報告這樣子 那研究顯示 病患 病患打了PRB之後 對於疼痛險性 緩解功能改善 還有效果持續時間 都比玻尿酸的 注射來個好 那等一下 要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一路上 都會針對玻尿酸在討論 那這個高濃度血小板血漿 我們是什麼治療病人 它的流程是這樣子 我們病人 來醫院之後 我們先從病人本身 抽取適量的血液 大概抽取25CC到100CC 這樣子 那經過離心處理 請抽取富含生長因子的 高濃度血小板血漿 大概平均25CC做起來的話 大概25CC 只會離心出3.5到4CC左右 剩下的20CC都要拋棄的 因為那些都沒有生長的功能 那我們把它離心 存化出來之後 那由我們醫師注射進 病人會疼痛 會化的關節內 那藉由生長因子的作用 開始促進生長 和修補功能 達到減輕疼痛 增加功能的效果 那這是平常 我們在離心之後 所使用的離心機 那跟實驗 跟實驗用的離心機是不一樣 我們這算是醫療體級 那我們可以看 我們血抽出來的時候 就是像這樣子 一代一代 漆漆都是火的 離心出來之後 可以分成這樣子 下層比較重的是紅血球 還有大概6%的血小板 那上層這些是血漿 這兩層都是要拋棄的 我們只取中間這一層叫做PRB 那它所含的血小板 大概是人體血小板的就是4%這樣 我們只取這一層出來 那在打進病人需要修補 需要治療的地方 那大家在想說 那為什麼我要這麼高剛 只拿這麼一點血小板 我剛剛講說 我們捐血 我們可以存化出 這樣一代完整的血小板 我就把那一代去輸進去 把那一代打進病人關節就好 沒有其實治療的關節是在濃度 它根據研究 2012年JPJS 這是我們讀科界第一名的雜誌 JPJS它刊登的很報導 PRB的濃度 需要在人體的2.5倍到3.5倍 才會對轉骨有真正的治療效率 如果濃度太低沒有用 那濃度太高是有害的 因為一樣2012年 這是那個關節進的醫學會 也是第一名的雜誌 PRB的濃度決定如何效果 在3倍左右 對膝蓋潛失之恩戴腳踝的阿基尼事件 運動傷害有修復的優勢 特別提到竹果太濃 如果高於6倍 反而會有負面的效果 因為如果高於6倍 它長出來的不是希特勒 它長出來是長出一些纖維 所謂的那個沾臉組織 我們都知道我們人體受傷 因為關節受傷之後 最怕就是沾臉 那你如果打進太濃的學校版的話 反而裡面會長出很多纖維 反而黏住 會導致活動不良 所以即使治療聖敗的關節是在濃度 我們特別提到這個濃度 是要在3倍 人體正常3倍左右 才會有治療效果 那打進去可能它會改善 效果可以持續運營 本統上我們打玻尿酸來講 玻尿酸大概一個禮拜打一劑 大概連續打3週到5週這樣 那大概半年就需要進行一個療程 目前當然這本身還是很新的東西 目前它建立是一年一劑 那如果說有些病人情況比較嚴重的話 我們也有 目前也有的報告是說 一個月一劑 大概是連續施打2月3個月 大概維持一年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在報告顯示 它打了之後 這個橫軸是週數這樣子 病人在施打之後 他的那個疼痛減輕的指數 都會升高 那表示說他的疼痛有好轉 那而且維持 最遠可以維持到52週就是一年 那這個是症狀減輕的指數 也是維持52週 那相對右邊這一個表格 它是止痛的效果 這是休息的時候會不會痛 活動的時候會不會痛 還有蹲下的時候會不會痛 因為發現他這種疼痛指數都是下降 而且效果也是持續52週 持續了一年 所以在軟體修補的證據 目前這個是跟醫學倫理比較有關係 我們不可能把病人打了PRD之後 過一段時間 把他的膝蓋切開來 看軟骨有沒有真的伸展 所以我們只能用一些比較間接的方式 使用超音波來測驗 那是這一篇也是 這一篇就是我提到 2010年年在美國科醫學會報道那一篇 他當時研究的對象裡面 特別提到 他裡面年紀最大是一位87歲長者 他是研究中最年長的 那我們在十打前 用超音波 現在看他這個黑色 這是軟骨的厚度 跟十打後六個月發現 來測量的話 從1.3毫米 1.3mm 然後可以增加到2.0mm的厚度 那表示說 即使到這個年紀已經降近90了 其實還是有一些修補 再生的效果在 那除了退化性關節炎 那其實在國外還有一派 是用在運動治療 那相對來說在我們台灣 因為我們目前台灣最高等級的運動 就是職業棒球 那有名的運動員 其實我們的奧運不是那麼多 那其實如果在國外的話 他其實已經 用在運動上還已經很久 像這個是齁 大概是去年的報導 他提到說那個 高爾夫球高爾夫自由打PRP 那PRP療法去年才或美國FPA通過 但歐洲各國早已通過流行 那這一句他沒有講前進的後果 歐洲公告 因為PRP的檔制就是從歐洲那裡 派遣發明出來 所以當時美國還沒有 美國還沒有合格之後 其實歐洲這一邊 已經很多運動員在市場 那其實在流行的運動中 美國跟歐洲都不一樣 美國是職業棒球 那個美式足球還有NBA籃球這樣 其實歐洲最紅的是那個 是足球這樣子 所以尤其都是他的PRP 過去八道的市場在足球員 一些阿基里斯 阿基里斯劍或是那個 其他足環基劍受傷的足球員在市場 那以美國來講 比較有名就是那個NBA 那個Call Me Bryant 那他是那個 阿基里斯劍斷裂 斷裂之後去縫合 那據報導來說 據報導來說 他在美國縫合之後 在恢復期之後 有飛到德國也去打PRP這樣子 那在國外註冊的PRP很貴 大概一針5,000美元 和台幣15萬這樣子 那註冊以及報導來說 可維持2到4年這樣 那去年 這是去年報導 所以是前年 大概是前2012年年底之後 我們台灣只有好奇價廠商引進 那說先引進的時候 大概是以北部 以北部的醫院為主 那慢慢北部人口比較密集 比較多 用處一段時間之後 才間接光那個 台中高學跟我們台南來擴展這樣子 那在國內的運動選手 目前來講 可以找到最有名 就是這個 第一個是這個 Lavigo桃園隊的林志勝 那林志勝 目前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 就是Lavigo球迷 我是認為他算是說 中華隊的主砲 應該大家講 陳慶豐也是 有一段力 有一段成績 但是年紀也是稍微到了 我是很看好 他是中華隊未來主砲 不過就是去年不小心都出車禍 所以膝蓋有受傷 他是從Facebook上 Lavigo的粉絲團抓下來的 但是他跟邱平報告 他今日 外側複色彈的列傷 今日縫合手術 並在陣帶上施打PRD 所以這種比較高等級的運動選手 他所接受的治療也是最高等級 大概治療上 就是去年7月26號的粉絲盒洗澡期 這樣 那跟大家報告 這是今年林志勝目前的成績 這樣子的 今年的成績目前打擊率2.84 跟聯盟平均2.86 兩成六八還是在平均之上 當然我們身為他球迷 對這種成績不是很滿意 因為這還不符合他的身價 應該還會更好 那目前你知道达米古 大概剩下三場 就上半級冠軍 魔術數字已經很不上 那第二個是胡金龍 胡金龍 這個講大聯盟幾 應該過會過 胡金龍大家知道是 有上過大聯盟的野手 也有在大聯盟 打出全美打的台灣第二人 第一人是郭文治 那胡金龍就是因為說有傷 所以有傷來講 後來救美國那邊 就沒有辦法再奮鬥下去 所以回到台灣當這個 一大犀牛的隊長這樣 這是今年齁 今年年初 自由時報電子報的新聞 這樣 今年一月的新聞 那胡金龍他本身 因為他們背後 有一大醫院奧運 所以應該是在一大醫院死板 他是在右邊的肩膀 這一個示意圖 他接受採訪之後說 他在針齁 那時候針就是從肩膀這個地方 進去這樣 他也是接受BRP的治療 那目前他的指極是這樣子 那這個三角形 表示說打擊率、上壘率還有長打率 目前在聯盟打者來講都是定級 所以以上來說 再次跟他介紹BRP的來源 他的功能 還有他的修補的原理 那以及他目前是可以用在 推化性關節還有運動傷害資料 那以本院的醫院 本院的那個經驗 我們醫院是在今年2月 今年1月底 2月初 大概快努力過年那時候引進的 那目前已經完成治療38例 就是38個部位 那也跟大家報告 在我們股科的領域中 38例不代表38個病人 因為有些病人可能 有些病人打兩腳 有些病人是打兩腳加一個膝蓋 所以我們在統計的時候 是以部位來講 所以是完成38例 其中也女性20例 男性18例這樣子 那膝關節 膝關節也是占大過足 膝關節35例跟肩關節3例這樣 那目前我們施打完 一般的馬力度都很高 都很高 那也沒有任何副作用 還有病發症的紀錄 而且有一個 我們也是想說 以那個國外的 國外的研究論文 來一步看看 有些是老病人 有些已經施打玻尿酸多幾年 那他們反正都說 跟以前打玻尿酸是有差的 那在這裡 還有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我一路過來 一直跟大家講說 跟玻尿酸有差 沒有我跟玻尿酸廠商 沒有私人人員 或是跟大家說 這種 因為在我們醫學研究中 這是跟醫學倫理有關係 我們以前都知道 我們做研究的時候 尤其在人體實驗的時候 我們就是請一群志願組來 分成兩組 一組實驗組 一組對照組 那實驗組 我們幫他打PRB 對照組 不是敢放CM7或XD 對照組 我們依照醫學倫理的精神 對照組 我們不幫他打小實驗的東西 但是我們要幫他打線型 大家要認證最後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在 目前一連串的路面 PRP他比較的對象 都是跟玻尿酸做比較 原因是這樣子 因為你這一群人 我們醫師已經知道他有病 但我們還是要幫他治療 我們這一組對照組 我們要用現行對照的方式治療 所以PRP一路來都是跟玻尿酸做對象 那對照出來 大家都發現說 病尹傳統他 玻尿酸的效果好這樣 那我們醫院務勤治療流程是這樣 如果是新病人 你想接受這樣治療的話 可能還是要請你來 補科門診括號這樣子 那由我們醫師 那個問診檢查評估 主要大概是 至少會需要一張膝蓋的X光 來評估說 你現在退化的 退化的程度大概是 重度還是重度這樣子 那如果有確定要施療的病人 我們在問診 預約施療的日期 那你日期到的時候 因為我們需要準備 需要準備那些器材 離心機這樣 依照日期 也來一個問診報道 發大完之後 我們就先抽血 抽血 等待機器離心處 大概也需要30分鐘的時間 一處理好 就請病人再度進入診間 由醫師來阻塞進關節處 完成治療 當天就可以返家休息 不需要住院 那打完針之後 我們會希望病人至少保護兩週 這兩週裡面 不要做什麼劇烈的活動 大概就是一些 散步走路這樣 不要跑不要跳這樣 以利益他那個關節內修復的進行 那PRP這種新東西 目前還沒有進入健保幾度 所以是屬於自費的醫療 那我們醫院呢 目前有引進三家廠商 那收費各支不一樣 那最便利 目前最便利的最多利的 是韓國的廠商 一腳一針是一萬三千塊 那美國廠是三個月 三個月月中方引進 目前還沒有病人使用過 收費一萬五千塊 如果對市場 對市場他是收五萬塊 他發現價錢相差很多 那故事也是這樣引合 因為他們就標榜他們是歐系的 他們是比較研究這個 比較老 比較久的歷史 那相對來說 他的賣點是在說 你如果他五萬塊標準上 可以打兩腳 那你如果除了兩隻膝蓋之外 還有其他更多的部位需要治療 他都可以做給你 因為就是說 你一隻抽的血 只要抽多一點 他就可以做多一點的 那個血漿出來給你這樣 所以如果是除了兩腳之外 兩隻膝蓋還有其他疼痛的話 我們可能會建立病人使用這個對市場上 那目前對市場的話 我們有完整的視力這樣 那我們引進的這個是全自動離型設備 每一位接受治療 患者都有自己一套的設備 拋棄式耗塞 不會重複使用 那使用上 那不僅限於頭頭有人 腳枝拼腰 肩膝頭 手褲頭 手褲頭 腳褲 大概五科每天看的就是看這些 看這些容易受傷的肢體這樣 傳統上 對我們五科醫師來講 以前沒有BRB這個東西來講 你在哪裡通 我大概就是在這裡 如果服藥無效的話 幫你在這裡打一點類固醇 打一點麻醉劑 那如果說 你有符合健保標準 或是說你願意自費 符合一千多塊的話 可以好一點糖果尿酸 那現在來講 對我們來說 治療模式都一樣 只是說打進去 打進去的東西 效果還有瓶子 大概有差這樣子 所以以上就是 等大家介紹 我們醫院引進最新的治療 成為高濃度學校辦學家 謝謝